因為台灣過去沒有這種案例 根據西方類似的案例 假如說 大法官做出違憲的裁定 那麼下一步 在野黨應該可以倒閣 讓內閣解散 內閣解散以後 總統有權解散國會 總統解散國會以後 國會必須再選 從選 今天面臨的問題 那麼複雜的問題 藍營敢解散國會嗎 藍營敢再選嗎 民眾黨敢再選嗎 假如說 這個大法官的決議案 有一天正式通過 大法官的解釋 這個五條通通是違憲的 通通是違憲的 那麼藍營的立法委員 何以自處 不聲不響 摸摸鼻子認了嗎 再選也不敢 倒閣也不敢 這個不敢 那個不敢 將來怎麼辦呢 這個立法委員存 立法院存在有必要嗎 假如 事情的發展 跟過去很多民主先進國家的發展 一樣 根據這個程序發展下去的話 台灣一定會大亂 台灣一定會大亂 假如說 藍營的立法委員 摸摸摸鼻子忍了 適可忍 輸不可忍 假如連這個 違法的大法官決議 都可以忍的話 那麼我建議 立法院 不如解散 要這個立法院有個屁用啊 假如走到那一步 我們強烈建議 立法院解散 總統府直接成立一個立法局 所有的法律 民進黨自己立 自己頒布 自己去推動 否則這個立法院 變成一個笑話 立法院推出的法令 大法官 假如這個成一個案例的話 以後所有 藍營推動 推動 通過的立法院的 決議 大法官通通可以推翻 跟當年 公投 公投的結果 結果民進黨不予理會 藍營也不了了之一樣 台灣的政治會成何體統 所以我們強烈建議 藍營這一次 要堅決反抗到底 不惜走上街頭 不惜流血 否則不如解散立法院 謝謝 民進黨 民進黨的制度 副總統來提名呢 所以這個我們目前的監察委員及大法官提名的辦法 就是一個狗屁的辦法 在我看來我們台灣的司法法律的制度是個狗屁 好 謝謝 那我今天站到這邊來了 就是因為我看到說 現在我們的大法官 我們的憲法的尊嚴已經被扭曲而踐踏 這就令我想到過去 在戒嚴時期的時候 我們憲法的尊嚴也同樣是被扭曲而踐踏 當時靠著動人勘勘條例 把這個憲法搞得就好像不存在一樣 而今天我們又看到憲法經過人為操縱 它的尊嚴 它的威權在一點一點的上失 而且這一次是跨了一個特別大的門檻 為什麼這樣講呢 因為這一次的大法官的作為 很明顯的讓大家看出來 這裡面是黨議高於法律 而賴清德的個人意志又更加的高於黨議 這邊呢我們就要提出一個疑問了 賴清德一直說要把台灣建設成民主法制 那為什麼他要自己帶頭去破壞我們法治的最高原則憲法呢 我這邊要提出一個質疑 賴清德是不是他從心裡面就不認同中華民國憲法 是不是因為他心裡面就不喜歡這一套中華民國憲法 於是他才會如此的去扭曲中華民國的憲法 如此的不要憲法的尊嚴 但是我們也看到賴清德他是不敢修憲的 因為他會害怕 他雖然嘴巴上講得很強硬 一直在說台灣這邊要互不隸屬啊 講了很多很強硬的話 但其實他是不敢跨過憲法這一步的 他雖然心裡面不認同中華民國憲法 但他也不敢不要中華民國憲法 所以我們呼籲大家 像這樣心虛的賴清德 大家是可以一起站出來 一起來捍衛憲法的尊嚴 因為賴清德他就算再怎麼不認同 再怎麼害怕中華民國憲法 他也不能夠沒有中華民國憲法 謝謝大家 我們今天特別來到司法院 現場有我們的這個台灣人民守護民主正義連線 也有我們南天行動聯盟 吳之章主席以及他的這個朋友 還有我們新黨發言人陳麗麟 也到也特別指示了一段的新聞稿 我們等一下請媒體記者 我們一起來把這個聲音傳出去 今天既然來到司法院 看到大法官居然在鑽法律的漏洞 我們知道大法官是道德最後的防線 大法官是台灣人民正義的最後一面旗子 但是這面旗看到賴清德 看到民進動家輝瑞 這些大法官已經軟下來了 司法院的旗已經倒了 所以我特別要來唱名幾位大法官 你領人民的薪水 你對的是台灣人民嗎 我特別要來唱名幾名大法官 你領台灣人民的薪水 你對的是台灣人民嗎 第一個 許忠麗 許忠麗也是一個賣賞的人 許忠麗呢 所以年前就跟他身邊的法官說他要去職 但是在春節前夕 許忠麗居然在他當任審判長的憲法法庭 突然公告 4月23號要進行37個死球的憲法辯論 這樣的許忠麗 你都已經要走了 你還丟一個燙手三億出來 不然許忠麗 你是在演哪一出啊 許忠麗你是在演哪一出啊 那個angel都出一出啦 你要演的小英狂 還是要演給賴清德看 所以我們看到啊 讓台灣八成民意反對的廢死辯論 各位鄉親啊 民進黨這個輝瑞的進黨啦 他提名的就是這些蚵仔韓吉 這些亂七八糟 這些蚵龍誰都的人嘛 第二個叫朱富美 我們 我們要讓人民記住 這個大法官的名字叫朱富美 朱富美承認檢察官 他的夫婿是檢察總長邢泰昭 法界普遍對這一對夫妻不避嫌 聯手掌握省檢大權 還有一個游柏翔 游柏翔是誰啊 游柏翔是太陽花石擔任辯論律師 然後呢 在游柏翔的任內 他擔任大法官的爭議最多 還有我們要知道陳中武 還有一個大法官叫陳中武 呼籲台灣的鄉親 記住這些大法官的名字跟臉 如果他們繼續微微作歹 阿兵哥會來這邊 拿出他們的照片跟全民來示 來顯示還有一個陳中武 他是黨產委員會的 黨產會的這個水務組織 另外我特別要跟現場的媒體朋友 以及全國的鄉親來報告 這一次民間團體來這邊召開這一場記者會 我們主要的訴求就是要讓大法官不能忽略人民的聲音 第二個我們要讓藍白硬起來 硬起來幹嘛 凍結 凍結預算 凍結司法院的預算 接著廢除憲法訴訟法第四十三條 讓這些大法官不要再用暫時處分來採取拖延的戰術 那我想我們的訴求非常的明確 我們也要把這個壓力丟給藍白兩黨的立委 如果你們藍白兩黨連廢除憲法四十三條都不敢 你們就是臭醇啦 如果藍白硬不起來 你們就是辜負台灣多數的名義 如果藍白硬不起來 你們對不起百分之六十的台灣人 藍白硬起來 我們希望大法官 我們輕輕的拜託你 你一個月領幾十萬的薪水 你要對得起台灣人民 不要當某個人的走狗 大法官 沒見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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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急 有・可嫌 見笑 有 有 Ninja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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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